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Ultra-S3,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今天來找我們的老朋友,這個是什麼?赤峰洋行,小洋哥,找他 昨天泰山跟我說,走我去找小洋,我叫麻煩的手,我們去三隻洋 三隻洋就在家上,瘋狂小洋哥,對呀,不是,另外一個小洋,改天再去 我們今天來找我們的老朋友,我們今天來改造一下 你看每次我都穿這樣,換大一下不一樣的穿大的風 看習慣了啊,我再怎麼換,我哥明天還是穿這樣 沒關係,讓大家看一下不一樣的可皮,搞不好很帥 超帥,我們等一下就剪刀石頭布,然後最贏的先去選要幫他搭配的人 我們就直接上去找小洋哥,好,go 好,go 嗨 楊哥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們終於進來了 上次是看老闆他們的影片 中古麥曲店 嗚呼 好像好 好浪漫 哇 腰包是不是要來見見 腰包要在前面 上次你們都沒來 我沒來過 我也沒來過 那時候連公司都還沒去 不好意思 你那麼菜 我上次也是看小哲影片我沒有來過 而且他這種二手的中古麥曲店 其實可以挖到很多寶物 對然後像是什麼有些限量的東西 也可能也在這邊可以挖到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幹嘛 我要把我穿搭改造一下 改造 改造柯P啊 我不用改造我穿什麼都是這樣 萬年不變的衣服 小洋哥 你先看一下我們今天穿來的 我們今天沒有穿搭 我們都是一樣啦 沒有穿搭柯P 柯P我看很久啦 他都是這樣 褲子可能變一下而已 其他都一樣 對啊 我上次有遇到老闆說 可以做一起幫柯P改造啊 換髮型 然後老闆說 沒有啦 柯P沒有頭髮 髮型髮型 這個都搞過了 對對對 他們呢 他們今天穿得滿像健身 運動休閒 對 但是還好 現在其實也滿流行這樣的 你看很多 那個健身教練或女生都穿那樣 就直接上街 只是他們就是有練 啊這個是 啊這個是 沒練 所以我們都是一樣 我們先拆拳 然後我們換 三個換完以後 再請小洋哥幫我們 講一下 都是哪裡也可以 換個東西搭配 會更好啊 然後幫你們調整一下 對 好來吧 好啦 巨星改造 Go 那邊還有很多耶 對啊 有長袖短袖 然後那邊 那一區是比較短梯啦 然後 這邊的話是我朋友的 尾二三的 那個 代購買學生 也可以 也可以參觀 也可以搭配 對對對 他也是有販售的 等於這個是電裝店的概念 這個 欸這很像你的衣服欸 可是 我穿M或L 其實大一點也可以 Oversize 也是一種風格 對啊現在都穿比較快 這麼風格喔 還是我幫你搭十年前 I believe 風格 移手的 要不要 隨便你啊 你覺得要怎麼搭 芒果會喜歡穿這種 你要挑他 平常 挑他平常不會穿的 對 芒果很燒欸 他平常就會穿這種 我剛看了他喜歡那種 緊身的褲子 所以你 緊身的 他裡面呢 配釘子的 他想要搖一口 我沒有買內褲啦 我沒有買內褲 內褲沒有二熟的啦 我覺得柯P的難度應該 蠻高的 很高嗎 柯P既定印象很深 要改造真的要想好 讓他怎麼穿 我覺得是蠻挑戰的 很簡單把他弄個黑衣服 穿上去就好了 對 我現在在想 計畫嗎 現在計畫 就是要幫他配 跟他平常穿不一樣的啊 像這種啊 他感覺就沒有穿過這種衣服 你有穿過這種衣服嗎 沒有欸 對 那好 那這件就一定會幫他配 而且他平常都會穿比較寬鬆吧 想要看他穿緊身 會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你要先設定一個風格 你先設定 設定一個風格 要什麼風格 好我知道了 機車騎士風好了 穿這個 然後無袖 美式硬派風嗎 美式硬派風 會有大鬍子 派山的風格 還有 厲害了吧 那背心是一定要有了吧 一定要 欸我先找我看有沒有那種 有毛釘的那種 欸我幫你挑一個最緊的 欸這個很像 大概十年前的風格欸 這是比較窄版的 這他穿得像嗎 這好小見喔 你看 好帥喔 浮誇的那種啊 皮鞋 我以後沒敢 有沒有沒敢 好啦那我搭好了 你選好了 我選好了 這是一個 這是什麼風啊 我就說什麼 騎士 但是我有點找不到騎士 所以幫你配一個 好啦你選好了 那就叫芒果繼續混 我覺得 有點慘不忍 你的美感我認識 你的美感我認識 鞋舌可以挑嗎 我覺得你應該換一個 在特別 在選 我已經在選了 可是褲子好酷 酷喔 酷啊 酷嘛 酷酷啊 其實我大概知道 看我 皮鞋那種 我穿起來有點 我不會講 有點嗨呀的感覺 嗨呀喔 我知道 帽子我已經當然挑了 他在挑這種帽子 我們如果穿 穿搭配完的衣服 然後去吃飯 應該蠻好笑 誰都配得過 鞋子外套 鞋子還沒看到 等一下再戴個鞋子 來一個 欸馬丁 不是不是不是那種 阿家啦 你是這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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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卡喔 對 就是底部的衣服 我的感覺 等一下再戴個帽子 對啊 紅色啦 穿在裡面 其實很好 這可以穿嗎 這應該中號 應該穿得下 我都可以穿得下 有沒有 結果等一下他跳這件給我 你是要跳多一點 有沒有 這個底下 這個在外面 一腳皮 好嗎 你想像一下 誰都穿在外面 換一腳皮 真的是蠢蕾 就是這樣 欸啊這箱 這箱喔 這箱有漂亮嗎 QB很有美感喔 他就到底在 我是蠢蕾 換你了 Hello Evan My name is Evan Yo check out OK吧 OK吧 這樣 欸你其實這樣很像十幾 十五年前穿搭 穿搭 真的每次就是啊 只是 不錯啊 中規中取的 對 你不要再看了 你要看多久啦 你自己覺得如何 我覺得還不錯啦 只是這樣意外搭起來 有那種 對 那是不是其實蠻會搭的嘛 其實這樣搭還蠻正常的 對嘛 是可以穿出門的那種嘛 他剛才拿給我的時候 我有時候 我會猶豫一下 就是想說你穿這樣 好不好 就是這樣穿起來 還不錯 對嘛 還沒吃的 觀眾朋友 很喜歡 一個好 座 今後 人生的婚手 又三個 人生的婚姻 你讓的女生 人生的婚姻 你讓的女生 你讓的女生 我偶爾會 那牛鄉 咩咩咩 好時尚喔 俗尚喔 不適成欸 很俗尚 俗尚尖端欸 一起來好像是在旧邱 那個人家可以用一個退 later 對 好像要戴一個眼鏡 又不一樣啦 變李李輝的 哈哈哈哈 來去 來去 我們乃來去 何度 台灣 哈哈哈哈 好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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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都挑好了 你挑好了 對喔 你要挑什麼 先一個紅色的配件 紅色的配件搭地 然後我是比較想要有一種那種 90嘻哈感 然後再搭配一個這種 比較寬鬆的褲子 然後再搭配個帽子 絲心會這個 一定都要紅色的 紅色 爆紋 矛釘 重點是這AES 黃宏森的牌子 這一定要的 已經爆了 而且它的矛釘 真的 好啊 老品耶 戒指還沒看到 你今天哪有一個人來找我 看 在哪 你今天哪有一個人來找我 你知道外相喔 你今天外相嗎 你家有相嗎 科兵 好 我知道 我想說你已經失智了 十字老人 你今天哪有一個人來找我 再講一次 你不記得你腳上褲子 叫我幫你帶回去嗎 腳上褲子 對嗎 對嗎 手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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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給你一張一張就好 你再給你一張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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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找到了 我要挑橘色這一雙 Jodan 小昂哥這是二代嗎 對二代 二代 二代Jodan第一桶的 帥 搭配起來是應該不錯的 可屁可以來換了 還換了好的衣服了 本公司最符合的衣服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 呦 耶 我不會唱歌啦 對啊 我要偷懶了 金盤念 欸我們要在後面這樣啊 我們那時候千禧年的是比這樣 比那種 比那種手要伸出去後面 然後四角都很低 有點虛弱 虛弱軒風格 虛弱軒風格 那個泰山要往下面 有點下面 然後我們要在上面 要裝A漆 一定要裝A漆 就 YOURS mor 去吧 好啦 接下來就是我們獎品 謝謝 還是我們穿這樣去吃飯 我是沒差啦 我是會熱死啦 欸 我不行 我真的奇怪 耶 好了 完成了 帥吧 很有氣勢了 滿有氣勢的 完全不一樣了嗎 我覺得柯P幫怡萍搭這個最時尚的 LV耶 搬完耶 Louis Veton耶 我們講一下 互相為什麼會幫對方這樣搭 其實我就覺得幫他搭一個簡單的 然後有點像是美國的那種風格 因為美國人不會穿很寬鬆 可是穿比較合身的 所以我就挑這個 窄版的 窄版的 然後還有這種 非常有接頭感的那種小紅帽風格 這樣搭又太單調了 所以就再幫他搭一件這個 帥氣的背心 你想熱死我嗎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穿搭很像那個 以前早期的那個幫喬飛 Bongjuvi那時候 WOWWOWFREET LIVING SOUL IN MY BURKIN TALLING WOWWOW 換柯P幫 為什麼會幫那個怡萍這樣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這個人就是沒什麼正經 所以挑起來 就沒正經 對 就沒什麼正經的穿著 但是搭一搭 還蠻像陳蕾的那種 那種 陳蕾 搭一個西裝 顏色也要跳 跳多一點 搭一個短褲 這個是蠻反差的 搭這樣我都想到那個皮鞋要穿這種小皮鞋 然後就戴個 小皮箱 戴個帽子 就蠻時尚的感覺 哎唷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柯P很有美感 美感 時尚圈端 過了30年還是折在前面 沒錯 尬爆 走回前面 走在前面 我幫柯P設定的風格就是 千禧年 2000年 90那時候的嘻哈 老嘻哈 然後復古 然後穿一個這種足球衣 然後搭配一種網帽 卡車帽 然後再一個金項鍊 然後兩個都紅色是相互有個呼應 就配件紅色紅色嘛 然後鞋子搭一個 顏色相近的 就是橘色的 然後配白色 然後白色又搭到上衣 白色 對 然後褲子就給他有個重量感 哎唷 講出這種話耶 哇 大概是這樣 他會投動腳心的 對 會投動腳心 那小羊哥 覺得我們今天 這樣的搭配 誰搭的最 搭的最好嗎 還是說 先講最好好了 或者你最喜歡的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柯P這一套真的 因為我也很常看到柯P啦 就是 車子回去保養 就會看到他 柯P都是穿 永遠都是穿 萬年不變 對對對 自服 萬年大頭 對對對 然後戴一個帽子 看到這一套 我覺得會蠻醒目的 就是整個人就很有活力 本來是那種車廠的那種顧問 現在變成好像紐約街頭的 哎呦 混混 街頭老大這樣子 老末的那種休閒店老闆 對對對 類似那種感覺 或者是賣大碼 哈哈哈哈哈哈 哦呦呦呦呦 Yo What's up man 那種啊 對對對 就是蠻不一樣的 耳目一新的 然後 你這一套的話就是 簡簡單單啦 中規中矩 比較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違和感 就很協調 一般大家 很常會有的穿搭 對 那搭個背心有層次又保暖 然後顏色的時候 稍微跳一下 黑灰是最好搭的 搭一個載庫管的鞋子這樣子 很安全 那我這個安全嗎 這個你本人就會變得很安全 哈哈哈哈 沒有人敢靠近 哈哈哈哈 是這種安全 但是就是個性比較外放 他幫你都很多元素加在一起 其實會有點變沒有重點 因為其實我們會 枝條在搭花紋會有點複雜 因為拿隔紋 你現在有很多紋路耶 有提花紋 有枝條 有隔紋 但是這樣會有點亂 其實基本上 褲子如果你搭宿舍就比較好 單宿舍白色或卡吉或黑色 其實就會變時尚 其實就會變時尚 不然這樣是 感覺是要去吃時尚 吃時尚 還是我們請小楊哥就是幫我們三位 稍微微調一下 換個配件什麼之類的 對 OKOK OK 好 Let's go 翔哥幫我搭那個 比較素一點的褲子 這樣元素就可以減少 現在是以短褲而已 他起來很想要凸顯的肩 不要拍我的內褲 唉唷 CKR 這樣你就穿天褲就好了 直接穿裡面 裡面這件 調整完整 對 這個最重要的怎麼可以掃人啊 對 謝謝 翔哥 那我這個鞋舌可以給他露出來 對 對 老外他們都會這樣子 窄褲管 然後高筒球鞋 直接就是很隨性讓他露出來 帽子 來一下好了 唉唷 正帶或反帶就可以 對 你好討厭 你戴這種帽子也好好看喔 本身有帶一件帽子 哈哈哈哈 他全 哇 街頭風格耶 唉唷 你這樣很像超small wheel 阿克我想幫他換帽子 應該是紅色 對 對 對 這個就比較 正常 對 有味道一點 然後包包應該不用帶 因為 包包不用帶 因為我想說 重點就是香蓮 重點是一天堂 對 哈哈哈 欸 勘張的豆耶 勘張的豆 欸 我在說的你也不知道 耶 完成了 帥吧 帥吧 那我先請小楊哥講一下 從一瓶這邊開始 因為一瓶剛剛一開始的褲子 比較花俏 但是其實 這樣的搭配就是正裝搭配很休閒 球鞋的其實在歐美很常見 所以 其實稍微改一下褲子跟鞋子 時尚感就會跑出來 其實搭西裝也是OK的 但是 就是配件跟一些小地方顏色 對的起來的話 欸 其實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不會像一開始好像 很安全 對對對 不敢靠近的安全 但是現在就會 好像是 欸 有搭配過 蠻有型的 然後再來的話 其實因為剛剛它 它這一套就是 本來就是比較安全的 它雖然是窄牛窄褲 但是 其實國外很多那種 外國的黑人 他們喜歡窄褲搭球鞋 不管是玩板或什麼的 他們喜歡這樣搭 所以下身 用一個白灰色的檔殼 比較亮 然後剛剛幫它 加了一個帽子 所以就會整體的 更有型一點 就會有加分 就是用鞋子跟配件去點綴 因為它其實 這一套很安全 不太需要什麼大改變 然後 柯P的話 剛剛就是這一套 本來就是跟它很不一樣 所以算是改 改造的蠻好的 很亮 但我只是把它 帽子跟包包拿掉欸 帽子就是改成 這種比較一般的棒球帽 網帽其實就是現在沒有那麼流行 所以我就想幫它換一個棒球帽 然後 因為剛剛它有帶項鍊 跟包包會有點撞到卡在一起 所以包包其實不一定要那個包包 我覺得凸顯那個項鍊 整個人的氣勢 就很乾 就很跳出來這樣 Yes的喔 你乾的喔 對啊 還是要感謝小雄哥 謝謝 好 到喜歡的話 跳選看誰穿著最好 比如說柯P嘉義 或者是芒果嘉義 一瓶嘉義 到時候最高的 假設選到我 我會抽獎 抽到一位 會送我們洋行的一個帽子 洋行這邊是就是 比較二手的買取店 那如果就是 有東西要寄賣 或是想來這邊買東西的話 都可以關注一下洋行的IG 對 然後私訊他們 如果你要賣的東西 對 跟他們做一個討論評估 Yeah 謝謝小雄哥 幫我們改造到 完全 可能走出去人家不認識我了 喜歡記得幫我們訂閱 文獎 呃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欸等一下 泰山還沒有改造啊 啊是放到後面啊 喔 掰掰 好掰掰 他在看我 他在今天要跟他在說誰 謹慎啊 欸今天你殺小欸 殺小 殺小 你剛不是剩這個欸 欸請這殺小 殺小啊 不是一千個人那麼小 你什麼樣咬啊 太小了 比你去什麼 蛤 蛤 什麼都不必說 不行啊 這裡穿不下 不是啦 我說要給你穿 蛤 可惡 哈哈哈 這有 這有 這有啊 好 我跳完了 喔唷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